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党中央不断派出强将来基隆宣讲 这个周末由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跟立委叶元芝到基隆力挺谢国良 民众高喊加油 为市长谢国良打气 场面相当热烈 这场守护基隆 守护国会 反恶霸挺善良宣讲活动 许多支持民众到场立挺 还有国民党市议会党团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立委叶元芝 立委林佩祥等贵宾都到场 向现场的民众进行宣讲 国良不让市产 沦为私产 这样有错吗 没有 当然没有 而且这件事情 法院已经还给国良 跟市府团队一个公道了 所以守护基隆的市场是法院认证的 对不对啊 对 他用造谣的方式 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知道 罢免的背后不是说你到底做得好 做得不好 而是说他们想要把你从这个位置拉下来 先射箭再画靶 先说要罢免你 然后把你做的所有事情扭曲抹黑 把你讲得很差 目的是要把你从位置拉下来 让他们这几人来做 是这样子努力 勤走 一步一脚印 才选上市长的 而且凭借他多年的努力 那你民进党选输了 选输就四年后再来嘛 大家都对不对 喜欢这样的社会吗 我们喜欢这样的社会吗 不喜欢 我们喜欢看到这样的社会乱象 因为执政党认为我们选不赢 我们要翻盘 我们要全面执政 但是我们不想通过政党的选举 我们要来作弊 来从今获得政权 获得国会多席次 把基隆市拿回来 我们认同吗 不认同 我们同意吗 不认同 各位啊 如果 你要让一个人好好做事 要让基隆市的市政 恢复正常 请投不同意罢免 现场民众不断高喊 谢国良加油 从现场的气氛可以看到 充分凝聚了蓝营的团结士气 从中央到地方 都来支持力挺谢国良 大力呼吁支持民众 一定要出来投票 而且是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每个人都说 因为我不支持这一场罢免 所以我不会去投票 他们以为不出来投票 就是表现支持的方式 甚至以为说这一张选票 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罢免 所以不出来投票 就是不支持罢免 我想这个都是 大家因为没有见过 这一张选票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期间 会好好宣导 鼓励支持我们的民众 鼓励支持中华民国 以及基隆的民众 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不同意票 从现场民众与市长谢国良 热烈互动加油的状况来看 蓝营的支持民众逐渐归队 踊跃出面来力挺谢国良 从中央到地方 都展现了战斗力 同心为这场第一次的 基隆市长罢免案来进行反制 这场市长罢免选举 也等于是谢国良市长的 市政其中考 未来的重点是如何展现 市长这一年多的政绩 争取选民的认同 过去在我上任的时候 就有非常多老旧的公车 所以我们一上任后 都努力在汰换 我们目前已经有了两年 114年跟115年的两年的计划 要将所有的现在的大型公车 泰换成电动低底盘的一个公车 最近我们正在 弥定这样子的计划 会把相关的预算 送到议会来 那基隆市未来即将在两年内 也就是114年跟115年的预算年度 就可以把电动的大型的公车 就可以把大型的公车 来全部泰换成电动低底盘的大型公车 记者黄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总统赖清德到基隆清安宫 参乡皆扁 安海扶民 致辞十表偶事 特别来叩谢神恩 保佑总统 立委选举顺利完成 同时也向妈祖婆祈求保佑台湾 这一块土地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画面上是总统赖清德来到基隆清安宫参乡 并接扁安海扶民 接扁仪式中 包括清安宫主委佟佟佟 基隆市议长佟子伟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还有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代表市长谢国良前来参加 另外还有立委王振旭 跟多位民进党籍基隆市议员都共同参与 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 主要来靠谢神恩 也向妈祖婆祈求保佑台湾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总统赖清德来第一个心愿是要来靠谢神恩 甘明达赖天上姓老妈祖婆台湾神通 保佟两千空十四年 尤其是总统立委平平安安順利基盘专计 保佑台湾国泰民安 保佑台湾神通 保佑台湾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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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清德也提到 会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方案 并全力来扫黑打炸清毒 让人民安居乐业 这个网络 不这样就停止 会继续再带下去 大家有赞成了 大家有赞成了 我们大家共同合作 政府 含人民共同合作 来打击黑金青毒诈骗 这一定要专闻文童才有办法 不然那些都是 金有资金 也有科技 金有家人在诈骗 所以我们一定要 政府专门 人民支持 共同来打击黑金青毒诈骗 让人民可以贵到 我们金融业务一支 大家说好 好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 第三次副市长曾经的会议 到金融举办 由副市长邱佩玲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及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共同主持 研议因应气候变迁等 12项跨县市的合作方案 持续携手打造 共融共好的 基北北桃生活圈 我们用这一类掌声谢谢 我们基隆的博伴 今天我们要非常有赢 画面上是基北北桃 合作交流平台 第三次副市长曾经会议 特别来到基隆的市定 古迹要塞司令部举行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跟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四位副市长齐聚基隆 共同主持会议 副市长邱佩玲相当感谢 透过平台持续合作的力量 解决许多问题 为市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感应说百部社区 可不可以请新北市稍微绕一下下 经过了十六点的争取 听说都无法成行 我直觉想到好在我有个鸡尾尾桃的会 我认识刘副市长 我拜托他 他就拜托诸副市长跟刘副市长在打 的确很快是我们就完成了 那我觉得 藉由这个平台 除了我们上面所有讨论的事项 我们也应该进行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的力量来照顾 居住在这方圆所有的居民跟男性 如何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让我们的大台北地区 北部城的朋友 可以过得一个 刚刚特别的共同共存的一个社会环境 其实我们共同来无理 我刚刚刚看了一下 交通议题跟社会议题 几乎是最多元 那就代表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流动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字叫基北北桃 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你怎么不去基北北桃的平台 你们基北北桃的成效到底怎么样 全部列给他之后 就变成许愿池 所以我们后面在写 基北北桃的许愿池 但是很高兴一点 这在我们几位同仁 大家副市长还有市长的支持之下 我们一年多来的许愿池 很多愿望都成真 好 欢迎很感谢新北 其实我们跟丘富市长一样 桃园跟新北都有交际 归山回楼到我们这边一些交通问题 新北给我们一大帮忙 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 那对民众来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生活圈 所以我们有时候 就是为什么大家 不只是徐处先要放下本位主义 可是我们的市跟市合作也是这样 要从人民的角度来出发 来思考很多的市政和治理 那我觉得这个四市平台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展现 这次的会议 基北北桃四位副市长 带领局处团队 共同研议因应气候变迁 还有环保等12项跨县市的合作方案 突破县市区域的限制 再次攜手打造共融 共好的基北北桃生活圈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电影来看全国国小 进幼儿啦啦队竞标赛 首度来到基隆举行 来自全台各县市的啦啦队 小选手们和家长 在基隆体育馆齐聚一堂 市长谢国良参加开幕活动 欢迎亲子朋友到基隆 也亲自颁奖给获胜的队伍 肢体动作充满动感和活力的 全国国小继幼儿啦啦队锦标赛 首度在基隆市立体育馆举行 包括市长谢国良 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中华民国台湾竞技啦啦队 理事长张玉权 教育部体育署主秘吕中仁 跟基隆市啦啦队委员会主委 郑凯林议员 市议员何淑平 跟立委林沛祥秘书黄生栋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开幕活动 一起为这些啦啦宝贝们加油 小爱爸爸最喜欢看到小小朋友了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啦啦队锦标赛 看到这么多国小 还有幼儿园的小小选手 真的非常开心 也感谢我们这个张玉权理事长 跟我们体育署的吕主秘 大家都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 也感谢我们体育会大家长 郑锦舟理事长跟郑凯林议员 我们都一起能够把这个活动办好 那基隆其实是一个 越来越友善亲子爸妈也放心的一个城市 我们现在的室内儿童乐园 我们的道路友善 都是一个好的家庭生活 必须的一个城市环境 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 继续努力打造一个 更有爱的一个城市环境 基隆是第一次办这个 全国越友喽喽队 非常有意思 而且有五百个小朋友来 有一千多个大人关节 而且我们小孩爸爸市长 在基隆也是手上全国的很多 气功屯楼上来做越友运动的地方 非常好非常好 而且我们把这运动带来 不只小孩子亲子活动 希望市长都退统 我们体育会大力支持 让这活动花光花热 运动人口增加 那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第二届的比赛呢 就有66单位学校 157队选手报名参加 那我相信在各位的加油 鼓励跟支持之下呢 我们明年参赛队伍 一定会破100 那参赛的小朋友对数 会破200 你们说对不对 那特别是我们在基隆市 这么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们亚洲最爱的城市 的一个领导跟支持之下呢 我们一定会有蓬勃的发展 下一届世界运动会 就也会即将纳入我们竞技啦啦的一个竞赛项目 那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国际中和性比赛 除了奥运之外 亚运之外 我们非澳亚运最高的这个竞技的中和性赛位 就是世界运动会 我们祭祝我们的选手能够未来进到这个世界运动会 来为台湾发光发热 我们基隆市啦啦队委员会一直是在 在往下扎根 我们由幼儿园国小然后慢慢的国中 甚至到大专院校我们已经在开辟我们的啦啦队的一个队伍了 大会圆满成功 这场锦标赛有竞技啦啦队和舞蹈啦啦队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给获胜的啦啦队伍 鼓励所有参赛的小朋友 而这些来自全国的啦啦宝贝 透过每次的比赛增加经验之外 也达到运动健身的最佳目的 也让基隆这座城市充满了青春活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为二的两台中型观光巴士 这几年来被列管 您有看过吗 这两台鲜少露脸的中型巴士 目前停放在公车处七堵分站里面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无意间发现 希望市政府可以规划适合的山海观光路线 让这两台观光巴士发挥应有的功能 在阳光照射下 更凸显出这两台彩绘基隆海洋景致 和景点的中型观光巴士 美丽和新颖的造型 这两台鲜少露脸使用的中型观巴 目前停放在公车处七堵分站里面 负责管理的公车处指出 五年多前基隆市政府 争取中央补助打造车体的费用 在由原市政府官销处 出钱负责彩绘这两辆车 虽然隶属市政府公车处管理 但是因为当年的官销处规划 用这两台中型观巴 来载运国际邮轮旅客 进行基隆观光导览 因此这几年来被列管用来 作为一般公车使用 所以当初补助了那个费用 让我们添购了这两台车子 准备是要在邮轮客 然后来观赏基隆的美丽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确实有准备了这两台车子 但是很可惜的后面的 当然就是如大家所知道 有COVID-19 所以后来这个计划 就稍微先停戈了一下 所以目前现在的话 车子就放在这里 除了外形漂亮显眼 内部精致的座椅和冷气设备 也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虽然当年被列管规划 作为载运国际邮轮旅客观光用途 却敌不过大型游览车 一车车把邮轮旅客 载往台北等县市观光的现实 再加上三年多前 新冠疫情爆发 国际邮轮停驶 这两台中型观巴 更无用武之地 只能停放在公车处七堵分站 中间偶尔有使用一下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无意间发现这两台中型观光巴士 停放在这里非常可惜 希望市政府可以规划出 适合的山海观光路线 让这两台中型观巴 载运旅客行销基隆的观光 放在这边的话我想很可惜 那我们基隆市的话 原本的话公车一些休闲 不管是海线 我们三线的休闲的专车 本来就已经很缺乏 也没有什么专车在行走 那放在这边 以其这样的话 导播图 我也向市政府来建议 这个积极的话 让我们看要是我们休闲农业 专车也好 还是跑我们海线也好 官销处已经合并为文化观光局 那未来的话都是播交给我们观光局的话 我也是希望能够尽速的来使用这两步 因为毕竟摆在这边非常烂位 真的非常烂位 因为我们外面的话也很多的话 需要我们这些公车专车来接送 目前原市政府官销处已经采册 观光行销业务并入新成立的文化观光局 因此原本列管只能作为游轮观光用途解除 虽然公车处已经可以自行调派 这两辆中型观巴的用途 不过市议员张耿辉还是希望文化观光局 可以协助规划出适合的观光路线 特别是七毒马林和友瑞一带的山区道路 非常适合中型观光巴士行驶 让这两台中型观光巴士 能够真正发挥应有行销机动观光的功用 记者吴俊松机动报导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依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867-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尽商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好厨就专入整坪 基隆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圆山路 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骑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 也更安全 骑楼整坪 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临近基隆火车站的基隆转运站 7月1号将要启用咯 想要去搭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的民众 赶快follow me 要搭乘国道客运的民众 可以从中一路上 火车站南口对面的转运站正门进入 直通后车区域 也可以从旧火车站旁边 这个大顶棚下方进入 搭电梯或走楼梯到后车区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从火车站南站 经过街舞空间这个连通道 来到大顶棚下方 再利用电梯或楼梯 就可以到达国道客运后车月台咯 这里有国光客运 泰勒客运 和往士林 及内谷客地园区方向的 各条路线客运 如果民众想要搭公车 就要去转运站外面 新落城的市区公车后车亭 民众可以进转运站 再步行到外面的公车后车亭 或是从火车站北站 经由楼梯 通往公车后车亭 这里的后车亭可以搭乘市公车 前往太白庄 信义 中正和安乐 长庚医院的方向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祝生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乡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2024暖暖清水记 以创新的方式开启夏日盛世 一方面为市民带来清凉体验 另一方面肩负起社区 健康守护者的重要角色 为期两个月的活动 巧妙结合了娱乐和教育 除了华山师志守门人 推广师志证 找其防治知识外 还聚焦儿童健康 通过发展筛减 倡导早期疗愈 活动设计展现了 跨世代共荣的理念 致力于打造全灵友善的 社区环境意义非凡 暖暖清水记开幕咯 特别强调祖孙共荣 和全灵健康乐活的理念 活动现场设有各式年龄层 参与的游戏和教育项目 技能士卫生局特别设计了 富有教育意义的闯关游戏 想参与者选导师志证的十大警讯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阿公阿嬷年纪越来越大 那如果他常常忘记事情 是不是师志证呢 如果有他比较熟悉的地方 也忘记脾气变得不一样 有一些师志证的十大警讯 我们可以到我们卫生局的摊位 玩水之后来这边休息一下 学一下十大警讯 然后玩一下是非题 然后换小礼物哦 我们会跟大家讨论 什么是师志证的警讯 什么不是 例如说我没去过的地方 我迷路 这样子算是师志证吗 可能就不一定是哦 学知识还可以兑换小礼物 另外还能了解 看 问 留 播 这四大守护任务 如果我认识他 我就打电话给他家里面的人 如果我不认识他 我就打110找警察来帮忙 我们就要看 问 留 播 我就可以在我的身边 照顾好我们社区里面 每一个阿公阿嬷 如果他有早期师志证 我们今天在活动里面 也教大家 怎么样跟师志的长辈相处 要或不要跟他吵架 要或不要跟他辩论 或者是说 要怎么样布置我们的环境 要怎么样问他 要吃什么东西 要考他吗 还是要怎么顺着他 然后让他选 比较简单的题目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一起跟大家 照顾师志长辈的方法哦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提升民众 对早期症状的病逝能力 进而达到 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的目标 很赞 让这个大人小孩 都可以一起来参与 这样的好的活动 有来跟我们讲解 师志证有十大的警信 让我们能够提早发现 提早就医 台湾已经迈入了 高年化的社会 借这个机会 大家一起来重视 师志的相关症状 一起维护长辈的健康 创新的宣导方式 不仅吸引长者参与 也让年轻一代更加了解 如何关心身边的长辈 建立一个更友善 更具包容性的社区环境 另外 金融市卫生局也在活动中 设立了儿童发展咨询摊位 向家长介绍简单一行的 发展筛检工具 提高家长对孩子成长状况的 关注度 我们0到6岁 我们的幼儿在成长的阶段 他的发展是不是有迟缓呢 我们今天有准备了 儿童发展筛检的工具 那我们的市民朋友 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到我们的卫生所 或是有帮我们做 儿童发展筛检的医疗院所 一些儿科的诊所 他们会帮我们评估 我们的家里的小朋友 是不是有正常的发展 早一点发现发展迟缓 早一点做疗愈 会让我们的每一个宝贝 都健康长大 及时的筛检和评估 可以大大降低 儿童发展迟缓的风险 为孩子的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今天到卫生局的餐位 他们介绍了很多 私自跟儿童有关的主题 那让我们了解说 家长可以带小朋友 去做一些筛检 提早发现问题 我觉得这个摊位很好玩 因为今天很开心 可以来到这个暖暖清水计 然后而且这个 有这个清水管的摊位 可以让爸妈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同乐 卫生局办了这个活动 我想是年年都要有 很高兴可以来参与 从活动中 增进亲子关系 也提高了家长 对儿童发展的认知 为孩子的未来健康 奠立了良好基础 旧市卫生局 通过创新的方式 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需求 金融市政府持续推动 活跃老化和在地老化的理念 营造一个包容 友善 健康的社区环境 暖暖清水计 将持续到8月31号 欢迎市民踊跃参与 共同建构跨世代 和谐的美好社区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 晚上9点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